所以说大赛的经验比较丰富 女子5000米的决赛将有19人 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争夺 张德顺这是在刚刚女子万米的决赛当中 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拿到了金牌 绝大多数的5000米决赛的参赛选手 都是参加女子万米的运动员 即便是没有参加万米的决赛 他们也会尖向马拉松 或者说尖向一个3000米障碍 这批选手的肌肉耐力都是非常出众的 好的 比赛开始 女子5000米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 选手将会在场地上跑12圈半 这个项目的全部记录14分28秒09 这也是亚洲记录 张德顺在换道线过了之后呢 迅速的并到了最内道 现在大集团当中呢 稍微是有些拥挤的 在女子万米的决赛当中呢 福建选手李美珍 在比赛行进的过程当中呢 是迅速的处于领先的位置 但这种领先呢 对于她的整个万米的比赛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也不是一个好事 最后呢是没有能够完赛 也是比较可惜 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呢 是刘壮 刘壮来自江苏 在万米的比赛呢 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是拿到了第12名 而且在全运会上的表现 刘壮是以第15名的成绩完赛 女子5000米的比赛 跟万米比较相似的 就是来自同一支队伍的运动员 可能呢他们会有着 比较不错的默契 这样一来呢 会打出一定的配合和战术 谁先去领跑 谁去挡住后面的运动员 谁来卡住最好的位置 去给自己的队友做嫁衣 还是说让自己在后面呢 有一个更出色的成绩 现在领先的仍旧是刘壮 刘壮在13运会的时候呢 马拉松团体的单向上拿到了冠军 我们再次来关注女子5000米的决赛 女子5000米的决赛呢 还是辽宁选手 还是江苏选手刘壮 来领跑的一个状态 刘壮此前在亚运会上的5000米比赛 拿到过第10名 世锦赛呢也是入围了国家队的参赛名单 而且在平时的比赛当中不仅仅是5000亿万 马拉松的比赛也会参与其中 此专选手马秀珍 马秀珍是今年全球锦标赛的第10名 这样我们看到辽宁选手李丹 顺利地上到了第二位 他从外到完成超越 挤到了第二名的排位上 然后跟随着马秀珍进行着比赛 李丹呢是未免冠军 21年全球锦标赛的第16名 马拉松国家队的成员 而且东京奥运会的周期也达标了 他跟在万米的这个李志轩 是相互竞争促进的一个比赛状态 19年的全锦赛的冠军亚运会上5000米 跑进过前十 另外在世锦赛的参赛名单里面 他也是入围了世锦赛的参赛名单 上一届比赛马拉松也跑进了前五 他在这个全运会上 也有过逆转夺冠的这种精彩的过往 女子5000米的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三圈 选手呢还没有被完全的带开 领先集团呢并不是特别的急于去拉开跟后面的距离 江苏选手刘壮现在 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最前面的 他的身影 刘壮在19年的全锦赛万米的比赛当中拿到过亚军 5000米的比赛拿到过季军 同时呢也会用马拉松的赛事去提升自己的耐力 5000米的比赛已经来到了倒数第二圈 而且选手们这个行进过程当中 这个阶段一般不会再去跑到场边去进行取水 会对自己的比赛节奏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只有队友之间有配合的这些运动员 他们才会在比赛的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这个时候去取水 然后再拿回来给自己的队友去集体的进行补充 这个时候呢谁都不想调队 领先集团呢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马修真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张欣燕也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 山西拳手下雨雨顺利的来到了第一位 女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圈 下雨雨现在领先张欣燕还是处在她的身后 许双双也在跟跑的状态 同志现在张德顺也在领跑集团里面 下雨雨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 下雨雨是2018年全国田径锦标冠军赛的女子5000米的季军 而且全景赛也拿到过万米的冠军 现在竞争非常的激烈 张德顺开始加速了 张德顺拿出了她在万米比赛当中的这种表现 但这个时候张欣燕 张欣燕在她的身后杀出 许双双也对她完成了超越 现在张欣燕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她身后的是许双双 李丹也在拼命地追赶 最后张德顺在全力加速在第三名的位置上 前三名现在已经拉开了领先的距离 张欣燕全力的加速 最后似乎她还有释放不完的能量 全力的去冲线 15分53秒88 这是女子5000米最终撞线的成绩 张欣燕 来自甘肃的选手 平时也会用马拉松去带动状态 获得了5000米的冠军 这批女子选手 她们在今年的比赛 短时间内不仅要完成1万米的争夺 还要跑完一个5000米 甚至有些人还会去参加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再次祝贺张欣燕 张欣燕跑完了之后似乎没有特别疲劳的状态 还能跟我们的摄像机去打一个招呼 这个女孩的身体里还蕴藏着 没有释放完全的能量 我们期待她在后面的比赛 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阿秀珍这次是去跑下去拿一个降温海绵 就是在这个弯道下来之后 张欣燕开始加速 许双双尔尽管在她的身后 拼命地对她进行追赶 但是不管是张德顺还是许双双 都已经是强弩之末 没有办法再对她的领先 造成威胁 最后一圈夏宇宇 突然地加速上到了领先的位置上 但是在她身后更有经验的 三位运动员许双双张德顺 还有张欣燕 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候 有人能够突然跑出来 打破这种领先集团的平衡